现在台湾莲花小银问的 敬爱的师尊你好 弟子觉得在修法于生活中 好像很难去融入 在修法时心静沉静透彻 但在工作中若主管交代很多事情 有时不免顶创丧失 若同事出言不逊 也不免心生怨恨 有时同事表现较好 不免心生嫉妒 也会因之良的问题 和兄弟起争执 贪逞之宜漫 钱都换了 师尊上次开示 你是假的 弟子本身也是假的 明明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但为什么弟子还是看不透 其成师尊为弟子慈悲开示 如何将修行 融入日常生活中 不随外境所转 弟子 顶礼叩拜 这个问题问得好 莲花 莲花小银 小是 村民不写小 村民不写小的小 银是银丝作对的银 我告诉你 你如果修法 跟生活 融成一片 而且你也懂得 这个的话 你已经是圣人 不会去顶创上师 人家讲话 你心里也不愿意埋怨 同事表现较好 你也不会基督 也不会跟兄弟起争执 那这样子修行 你的修养非常的高 几乎我们每一个修行人 我们每一个世俗人 都会跟你一样 不要以为你 只有你会这样 不要你 只有你会这样 我们修行人也会这样 你会这样子是正常的 不这样子是反常的 你如果能够 反常的 你已经修养非常的高了 修养非常的高 我告诉你 当师尊也不是很容易当的 师尊如果讲一句话 讲了这个人一下子 这个人马上就退道心 就跑了 你讲了上师 上师也跑了 他已经不是上师了 他就已经跑了 我们上师也跑了好几个 已经是上师了 道心也不坚固 讲了他几句 也不能改 他就 他就跑了 他就跑了 上师也不能讲 连上师都不能讲 何况是弟子 你骂那弟子几句 他马上讲了 我退道心了 他就退道心了 真不知道他的道心在哪里 他就退了道心 他就不学佛了 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你讲的 主管交代你很多事情 你如果跟主管 跟主管顶端 差不多要去用四套楼 你工作会丢掉的 跟同事之间 也要和平共睦 也不要有厌 同事表现较好 你应该去祝福他 跟他学习 你怎么可以激怒他呢 你兄弟姐妹 本来也是要和睦共处 你怎么可以跟他起争竹呢 所以我们不能犯贪嗔之 我们必须要有戒定慧 用戒定慧来止住贪嗔之 这人间都是虚幻的 我们修我们的 不能跟着人家转 不能跟着众生转 所以今天也是 我也只能够这样子欠你 不要跟众生转 心不要随静转 而静 你的心要学习 不要随着环境去转 不要随着环境去转 因为心随静转 你就变成世俗 就变成世俗 要心把环境杀掉 心把环境 心杀净 你就成为圣贤 心随静转 你就变成凡夫 所以这个是你自己本身 修行还不够 修行还不够 不要随着万进手转 也就是说 在这当中 你要学习忍辱 六度 六度法 学习忍辱 忍辱 什么事情要忍下来 你如果知道 这人间是习惯 常常 这不过是一场习惯 算了 就没事了 就不会有事 这一点非常重要 人间不够是习惯 你能够活多久 活不久的 那活不久 何必跟人家起争执呢 就算了 不要随着环境去转 你心杀净 不要净来杀心 我也只能够这样子欠告你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讲到六度法 其中有一个忍辱 还要不思 对不对 还要精进 还要忍辱 还要守戒 还要知会 不思 不思 忍辱 精进 知会 禅定 另外还有一种 慈戒 就是六度 六度法 你要学习 忍辱 还要学习 不思 还要把这世间 看成虚幻 因为你的身体是假 世间万象也是假 要度过 这个才叫做修行 你只要会这个 你就可以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你的修行 跟日常生活 就完全能够融入 你一定会不会的 你 练习 同 你 小姐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